做一次CT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 多少次会致癌? 告诉你大实话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身体可能已经被辐射过几百次 不是因为你住在核电站附近 也不是因为你经常接触放射性物质 而是因为你做过CT检查 CT全称为计算机断层扫描 是一种利用X射线对人体进行层息成像的检查方法 可以清晰地显示人体内部的结构和病变 CT检查的优点是快速、方便、准确 可以帮助医生诊断出许多疾病 如肿瘤、出血、骨折等 因此CT检查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 是一种常见的医学影像检查 但是CT检查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会对人体产生辐射 X射线是一种电磁波 具有穿透力可以穿透人体组织 但是也会被人体组织吸收 当X射线被人体组织吸收时 会产生一定的能量 这种能量就是辐射剂量 辐射剂量越高 对人体的伤害越大 那么做一次CT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 多少次会致癌 一、做一次CT相当于做几百次X光片 做一次CT就相当于做一次X光片 其实不忍 做一次CT相当于做几百次X光片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CT检查是通过多个角度 对人体进行扫描 然后通过计算机处理 生成人体内部的断层图像 这样就需要用到更多的X射线 也就产生了更多的辐射剂量 具体来说做一次CT检查 产生的辐射剂量 根据不同的部位和设备 有不同的数值 一般来说 做一次头部CT相当于做两百次X光片 做一次胸部CT相当于做四百次X光片 做一次腹部CT相当于做七百次X光片 这些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 也可能会让你感到恐惧 你可能会想做一次CT 就相当于被辐射了几百次 那么做CT检查 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呢? 二、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但是概率很低 做CT检查 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呢? 答案是 会 但是概率很低 辐射是一种能够改变人体细胞的因素 当辐射剂量超过一定的预知时 就可能导致细胞的基因突变 从而引发癌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辐射是一种致癌物质 那么做CT检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吗? 答案是 会 但是概率很低 根据一项国际研究 做一次CT检查 平均会增加患癌的风险0.05% 也就是说 如果1万人做一次CT检查 那么其中有5人可能会因为CT检查而患癌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 但是如果你是那5人中的1人 那么你就会觉得很不幸 那么做多少次CT检查会致癌呢?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患癌的风险 不仅取决于CT检查的次数 还取决于其他的因素 如年龄 性别 遗传 生活习惯等 一般来说 年轻人 女性 有家族史的人 更容易受到辐射的影响 也更容易患癌 因此 不能简单的说 做多少次CT检查 就会致癌 只能说做CT检查 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但是概率很低 三 做CT检查 要权衡利弊 既然做CT检查 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但是概率很低 那么 我们该不该做CT检查呢? 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权衡利弊 做出合理的选择 做CT检查 有利有弊 例在于 CT检查 可以帮助医生诊断出许多疾病 及时进行治疗 挽救生命 必在于 CT检查 会对人体产生辐射 增加患癌的风险 影响健康 因此 在做CT检查时 不要盲目 不要为了好奇 安心 赚钱等原因 随意做CT检查 只有在医生的建议下 才做CT检查 并且 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和设备 避免不必要的辐射 不要因为害怕辐射 而拒绝做CT检查 如果医生认为你需要做CT检查 那么 你就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 及时做CT检查 因为及时发现和治疗疾病比预防辐射的伤害 更重要 不要因为担心疾病而频繁做CT检查 如果你已经做过CT检查 那么 你就应该按照医生的指导 定期复查 不要随意增加CT检查的次数 结语 理性对待CT检查 不要盲从 也不要恐慌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听取医生的意见 做出合理的选择 CT检查是一种有用的医学影像检查 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治疗许多疾病 但是也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无害的 需要谨慎使用 关注自己的健康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体检 及时发现和治疗疾病 避免不必要的CT检查 信任医生 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 不要随意要求或拒绝做CT检查 也不要频繁做CT检查 了解CT检查的原理 优缺点 风险和注意事项 做到有地方时 不要盲目 也不要恐惧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